大家好,繼續回到我們有問必答的環節 身邊嘉賓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軟軟志希在這裡的Herry,你好 你好 這一節是問答環節 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可以打電話來 2804-6566 或者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channel.com 先聽聽就是邱小姐的電話 邱小姐,你好 邱小姐,你好 你好,你好 Herry,我再問一問 那隻新華保險 我之前是49.5元入了 之後我覺得這個股票好像是行得很暗 是否一遲有瓶手走了或者轉馬呢 還有這個太平 我是28.5元入了 我問問這隻股票來講 目標可以去到多少 還有哪個阻力位呢 謝謝 好,先和你跟進新華保險 1136先 做近50.3.5元 升埋近2% 就在49.9元的位置 有貨在手 略嫌就說好像比較暗 賺到前續 那至少 内險股 其餘的股份上升了 一些落後的股份 落後有哪兩隻呢? 有人寶 有人壽 這兩隻我覺得追過落後的聲勢可能會有些肉食 另外要麼你擺長線少少 找一隻最強的 平安 所以如果問回966 又或者是泰保 或者新華保險來講 我建議你看位不如走了 所以就看看你本身的策略上面是怎樣 如果你說新華保險來講 我不建議你一個低位走的 你看看可不可以回到52元 53元就走了 如果你想保持內險的 你就轉到剛才 要麼選落後 要麼選強勢 另外966來說 我反而看那個形勢是偏強的 現階段就做32元 你看看頂部 33.3元 我覺得沒有那麼容易爆穿 所以你看看這個位置就不如走了 大體上內險股 如果你6月去問的話 我建議你 要麼保持平保 要麼你選一隻人保 或者是國秀 可能利潤空間會比較大一點 好啊 那麼就現在看回966 中國太平部是32元的 都升超過百分之一 希望幫到你 優小姐OK嗎 兩位 好 多謝你的內電 另外 家庭館還可以繼續打電話來 280-465-66 都和Harry 跟進其他板塊方面的消息 內地的樓市似乎都有回暖的跡象 數據上 看5月份的八成住宅房價 都有跌 轉升 按月都有升 百分之0.45% 至於按年來說 跌幅雖然去到百分之3.73% 不過有所收窄 亦都是收窄0.73%的百分點 其實是否可以看好內地樓市方面的情況呢 但始終都是說一二線的內房表現相對比較好 房價保持著有漲幅 反而三四線的城市仍然是比較落後一點 接下來的刺激經濟或措施 會否針對三四線城市的發展呢 如果你說三四線城市 我覺得短期的樓價很難說有一個很快回升的跡象 因為如果你看看各個內房股裏面的一些負存問題 放在三四線城市的負存就特別多些 所以你去庫存就用減價買樓走那些負貨出去 所以短期內我會覺得 如果你說看六月、七月 三四線城市的房價的回升動力上來講 未必那麼快 如果你說看一二線城市來講 應該會快一點點 今次本身五月份百城住宅的房價來講 我們足以等到一個按月回升 因為說三月的時候 跌0.1%的平均數 四月我們打算會有個上升 誰知原來它還是跌0.01%的平均數 很少的跌幅 幾乎持平 今次終於見到一個按月回升 大概0.45%的平均數 你看到那個回升動力上 或者百分比不太多 但是對於內地樓市來講 都記了一個很大的啟示 特別是見到 開始上漲的一些城市 房價上漲的城市 特別多了少少 對於內房股來講 我始終都是 房價上升 單憑這個數據 未必令到很多內房股 有一個很大的刺激作用 但是對整體樓市的走勢上來講 或者看法上來講 終於有些數字可以證明到 大家覺得以往 這一兩個月 那個成交量回升 推動到樓價向上的因由 有些數字證明到 所以我會觀察到一兩個月 究竟那個升幅會否持續擴大 這樣才能定斷到 其實接下來 內地的房市 有一個全面復甦的一個跡象 好的 我們一起看看 內房股今天的表現 似乎有一個公佈數據 有一個回暖的表現 看看他們現在的造格 看到中海外都升超過3% 報28.9毫半 華運置地升超過1%報25.4毫半 萬科企業升1%報20.5毫半 至於碧桂園升超過2%報3.6毫半 西貿房地產升超過1%報16.84毫半 富力地產和瓦居樂都升超過2% 合景泰富更加升超過4% 六成中國升超過3% 恆大地產今天有一個較大的升幅 上星期都跌了很多 都是升超過5%報5.31毫半 我們都看到剛剛出了一些消息 內地都將會鬆綁境外人士購買房屋限制 雖然暫時停留在全民層面上 如果真的可以鬆綁境外人士購買房屋限制 其實會否真的可以加快很多去庫存的問題 去庫存的問題 就是單憑一些境外所謂的外國人去買房屋 是不是真的可以解決到 這個就好看回經濟的問題 如果你說經濟是好的 吸引到那麼多的外資來到本身中國投資 自然對於這個樓房需求都會有個上升的趨勢 但問題是現階段 我所聽回來的外國人 其實都在上海或者北京 特別這些大城市當中 就紛紛撤走的 因為一些污染的問題 又見到其實很多外資都開始撤走 中國因為那個工資和那個租金 上漲的問題是回到 所以我會覺得單憑境外人士 又或者是會不會說 很多突然間香港人走進去買房屋 消息面上來說 就算有傳聞在這裡 我都只是半信半疑 所以對於內房來說 想回內地人 就不要想外國人 所以這次這個消息 你說放寬 又或者是 接下來的趨勢 是可以令到大家 境外都可以無限制地買 其實是有機會的 但是我看那個層面上來說 就比較實際些 究竟它會不會買 就算放寬也不是 所以幫助性 尤其是庫存在三四線城市 就算在說境外人 他們首先落戶的 都會在一些大城市先 除非你特別有關廠商 在三四線城市上面 有一個設廠房的情況出現 如果不是的話 對於內房股來說 我建議先看樓價 以及看交易量 就算是一個大城市 集中買一些比較大的 來房股 看一二線城市會比較穩 始終都不是一些 針對性的層面上 都幫不到三四線的一些發展商 謝謝Harry 跟我們分析 來房股方面的形勢 都要聽回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林先生 在這裏的林先生 你好 好 不要緊 暫時電話方面 未接通到 其實都可以繼續 跟進剛才說的一些內房股 其實見到 例如大隻一點的 688 或者1109等等 之前升到上去一個高位之後 暫時有回落 似乎出現了一些堅毋狀況 會否在這些位置 都有支持 可以駁回一個反彈 688我覺得是底級 現在是30元以下 剛才開市的時候 還有一些比較漂亮的 28元 其實你說駁回上去 32元 趁整個樓市要有復甦 其實我覺得是挺底級的 如果你說 本身688 股價會走得慢一點 如果你想快一點 這一陣 就看配原股的1109 我會覺得25元 其實如果你賣進去 駁回28元 有3元的幅度 可能幅度會比較大一點 看看觀眾的看法上面 你喜歡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我再多口一句 就不要買3333 我不太喜歡它的幅度 而且上次的配股 弄了我一股足 接下來的形勢 究竟能否反彈這麼快 我半信半疑 都是一個觀望的態度 所以如果你賣一個房市的復甦 你賣回688或1109 會比較穩陣 好的 謝謝Harry的分析 還有一些建議 3333 恆大地產升超過5% 報5.32 暫時還未上回 就是50天移路平均線之上 都可以留意 謝謝Harry跟我們跟進了這麼多股份 說股份有沒有持有 沒有的 好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有其他直播環節 不要開